每個人對危難相困都有不同的理解 而你又親身體會過多少呢? 每一張照片都是掃說一個故事 請你細心聆聽別人的話 第一次見到陳伯 見到他住的環境 我在問自己 究竟可以怎樣幫到他呢? 其實不只是物質的援助 他們很多時候更希望有人關心 跟自己聊聊天 我一個人 沒有人沒有物 天天都對著四伏牆 病情都沒有人知道 直到這群青年人來探望我 找我聊天 才感覺到還有人會關心我 真的很感謝他們 有一次我路過一個車禍現場 見到很多傷者躺在路邊 有人叫救命 救護車又未到 當時情況很混亂 我不是醫護人員 但我懂得急救 意外沒有人猜得到 而我可以做的 就是裝備好自己 隨時隨地幫助有需要的人 當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消除 不分界限去負載有需要的人 展現出人性美麗的光輝 而這點光 將會一個燃點另一個 身火相傳 永不止息 以下你將會經歷一個特別的體驗 即使路線方向一致 每個人前進的方式都可能不同 你將會體驗一雙全身的手 去幫你完成練習 靈智筆寫字看來很簡單 但有人就需要付出很大努力 才能做到 特殊學童需要有合適的配套支援 讓他們可以發揮所長 享有平等的學習機會 活出有尊嚴的人生 畫出生命中一幅幅美麗的圖畫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 我們每天都接觸到無數的資訊 對於身邊發生的一切 或者你已經時而不見 輕而不聞 讓你選擇你想看天災人禍的新聞 還是輕輕鬆鬆的電視劇 處身在安逸的環境 或者還可以自由選擇看還是不看 但是世界上有很多身處危眼當中的人 根本沒得選擇 對你來說可能只是一則新聞 但對於他們卻是關乎生與死 我們真的只能做一個觀眾 沒有東西可以幫到他們 人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活出自己的生活 體驗這個世界 而紅十字會揭力追求的是 人人都可以懂得保護生命 關懷傷困 和維護別人的尊嚴 在危難中減輕別人的疾苦 不求回報 向有需要的人施予援手 尊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